嗨 我是魔貓 今天是我出零打疫苗 剛打疫苗回來 對 你有看到 想說 賢者是賢者 先來派一下這隻三封線蜘蛛刀的配置 那這隻 雖然我之前有開到魔血啦 不過魔血跟蜘蛛刀其實還是有一點不搭 就是跟我這隻機體啦 就是直接上去沒什麼用 所以其實大地主還是更重要一點的 那我先來介紹一下這隻 在沒有大地主跟魔血之前的話 我的配置是怎麼選擇的 好 先來打一場 打一場 牛拖好了 好 那因為我這隻是穿行屍走肉的 對 就是屍體鞋 那你可以看一下我造自助的方式 就 我覺得蠻方便的 反正你就是原地一直走啦 原地一直走 按住聖路 然後照一下 欸 找到十八隻 對 然後那個 那個 我沒有穿那個 那個 幽牧手 就是那個 你附近的敵人 試做你的擊殺 因為不需要 我直接穿暗塞手就可以了 對 你可以看到我的 我的那個什麼 蜘蛛是有爆炸效果的 然後那個爆炸效果 就算是我的擊殺 所以你會發現 對 基本上我是可以常駐二十隻的 對我基本上是可以很輕鬆 常駐二十隻的 所以其實木雀手就有點浪費了 因為我現在是用死靈來玩 那 穿暗塞手後 還多一個爆炸特效 然後也多一個 對蜘蛛刀很重要的 時空鎖鏈的效果 所以我覺得 呃 暗塞手 算是一個 很適合蜘蛛刀的一個配置 對如果 其實就是不需要木雀手啦 木雀手 就 就稍微便宜一點啦 然後其實他 也沒有太大的幫助 你知道嗎 就是他就是讓你 不用一直重蹈蜘蛛 可是暗塞手就可以做到了 那 另外一個點 他另外一個好處呢 就是 其實你只要有 有在用聖怒 他就可以做到 好 好 然後我這樣講一講 我的 我的蜘蛛都沒了 欸欸欸 再招一下 就一樣走一走 好 走 基本上 他打我也不會痛 對這個是 加攻失數 然後 增加傷害 然後 反正 反正就是有增傷死啦 阿 基本上你可以看到我剛剛 血條動也沒有動 對 好 好 那我來介紹一下這隻 那這隻算是 呃 他 他現在算 也還是有花個 五十一六十 因為他就是我的 三奉劍助影 原封不動的把它搬過來 然後只是頭改成 遠古骷髏而已 真的 真的就是這樣而已 就是助影拿下來 換支度刀加AA盾 然後頭改成 遠古骷髏 就這樣子而已 就是跟其他裝備 跟我的三豐肩胎 這是完全一樣的 好 好 那我來解 解釋一下這隻的運作 那 現在來說的話 主流的蜘蛛刀是用祕術家來玩 但我這隻是用死靈 好 那我其實也覺得 死靈 如果照我這個方式玩的話 呃 各有優劣啦 他跟祕術家各有優劣 可是如果你能夠做出我這件衣服的話 我覺得 死靈是贏祕術家蠻多的 那蜘蛛家的好處就是你裝備可以很醜 就是你只要有一把蜘蛛刀 你裝備長什麼樣都沒差 因為蜘蛛家的其他東西 就像比如說 我剛打圖的時候 我有安塞手 安塞手其實就類似於蜘蛛的爆炸 然後蜘蛛家有嘉義咒 啊我的嘉義咒是從衣服上面拿的 所以基本上我這兩個就是 已經把蜘蛛家最重要的兩個東西都拿到了 所以其實我覺得用死靈玩會更好一點 對 那這是我個人看法 那蜘蛛的好處就是你裝備可以很爛 裝備可以超醜 就等於說你不用安塞手 也不用加一隻衣服 就可以有 呃 就是我現在差不多的傷害 好 然後還有-20%混抗這件事情 好 然後還有一些免疫那些小小東西 好 那就不管 好 那我來解說一下 好 就是首先我們的核心是蜘蛛刀 那蜘蛛刀的話就不用講 算是一個蠻 呃 這季蠻熱門的一個裝備 也算是這季乘著風起飛 不過 說句老實話 其實蜘蛛刀這版本 總結來說的話 如果你沒有大地主 其實蜘蛛刀這版本是被削弱的 因為以前的蜘蛛刀的主流 我們會選用那個 德瑞的詛咒一 也就是六詛咒一服 那六詛咒一服 基本上已經死去了 他的詛咒效果更少 然後放圖騰也要那個 施放時間 這也是為什麼 就是 呃我的德瑞助影也沒辦法玩了 對 那基本上變得太爛了 所以 設計來說 蜘蛛刀基本上就是得到大地主的補槍 當然大地主超級強 可是 在這前面的時候 其實蜘蛛刀是比之前還要爛的 對 這件事情要先記得 對 好 這是 那當然這也是我的看法 對 你知道 就會有人氣噗噗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好 那 製作單的話 因為 呃他本身製作單 然後在上面這個 我們就是可以做一個4L串連 那我 一個是使用 啊基本上就是 打王也不用換 都不用換 那這個就是 覺醒召喚物傷害 然後那個 凋零之處 然後跟那個 相異進章擴散 那記得 一定要相異進章擴散 好 呃對 然後相異進章擴散的話 是要配我們的水智界用了 那我們等一下會 詳細來解釋 好 那 那 頭的話我們選用的是 遠古骷髏 那遠古骷髏上面的話 呃如果 如果 你有 辦法找到 那個 頂級的12天 因為我沒有 我並沒有頂級的12天 對 我的12天是 只有加防禦面的 他沒有加攻勢數 那所以我的 攻勢數 邊際交易還沒有很嚴重 所以 血肉奉獻對我來說 跟靈魂奉獻 給傷害是差不多的 所以 如果你今天有頂級12天的話 那還會建議你去用 靈魂奉獻的12%混傷 那如果 你跟我一樣 那就沒差 你就找我哪個便宜買就好 那這是因為我之前那個 留下來的 那我就直接繼續用了 好 血肉奉獻21%攻勢數 這個東西給了很高 高額的 攻勢數 然後再加上遠古骷髏本身 遠古骷髏本身他的效果是 呃 你的造物會聽到地獄 在暴擊的時候聽到地獄 聽到地獄 聽到地獄之後 他們會增加58的攻勢數 然後跟傷害 然後 他們不能再被號召 也不能被掠奪者 好 掠奪者的獵物型號標記 好 那最重要的話 我們 這個遠古骷髏除了要 那個58的攻勢數的話 58 呃 我們最重要就是要58的攻勢數 跟他給了些微的暴擊率 欸 這個其實 呃 他是根據你的最大暴球 給 暴擊率的 好 那我的最大暴球有 200% 等一下我突然想到 我應該用 用POP介紹 因為每次都會有人抱怨說 他 對他會看不懂 對我應該用POP介紹 對 好 那遠古骷髏 增加21% 血肉奉獻提供了 造物攻勢數 然後 對 然後 造物根據你身上的每顆暴擊球 增加50%暴擊率 這個翻譯是有錯的 這個 會讓人家誤解 對他其實意思是 根據你的最大暴擊球 你自己本人不需要有暴擊球 所以我目前是有4顆暴球 那他可以加200%暴率 也就差不多是 呃 造物本身一顆籃球的一個暴率 好 然後造物暴擊後 可以聽到敵語 那敵語就是加50%攻速 然後跟50%的造物 造物傷害 就是其實蠻高的 可是如果今天你是用雙頂級12天的話 其實遠古骷髏可以改其他 那我個人覺得比較好的幾個選項 就是看你可以用密教頭 或者是用那個換骨 加3造幻寶的換骨頭盔之類的 其實我覺得 會比遠古骷髏 因為遠古骷髏其實我們最重要就是要他的 58公視數 那200%暴率跟那個 58造傷都還好 都是還好的東西 其實一個頭來說的話 58公視數是真的強很多 那也是因為蜘蛛刀免疫傷害 所以他跟遠古骷髏有那麼完美的一個搭配 好 那衣服的話 那這件衣服真的是做 應該算是 就是最 雙高上 然後 雙高上勢力 然後也算是前面有愛勢力 然後算是做最好的 對 那他的 那我們主要的話就是 首先我們一定要有 在這隻機體一定要有 獻技效果 獻技效果一定要高上 不可以妥協 這件事不可以妥協 你可以妥協 非主座光環可以沒有 非主座光環你可以 可能那個不是高上的 T1就好 然後也是可以去黏那個高上獻技效果 那高上獻技效果是很便宜的 因為很多人都是黏歪了 然後想要把它便宜賣掉 對那個在國際服的話 那高上獻技基本上 兩三一會有 對 真的很便宜 所以這個 成本其實是蠻低的 至少我在做的時候 這個東西兩三一就有了 好 然後那個 呃 在你有獻技效果 跟非主座光環之後 前面要再做 加一座就很簡單了 然後之後去跑艾斯林 那艾斯林最好的話 是最大生命值 額外人的亂呼吸 但是有觀眾跟我講 那個東西是人民 所以艾斯林不會出 雖然 可是我隱匿史有看過 所以這件事情 我不是很確定 我認為應該是會出啦 對 好 那因為我沒有選到 所以我就再打上公益 那對 這個就是我們很重要的一個環節 就是我們的血量有4000級 可是我的ES還是有1400 對 如果我拿掉的話 我的ES會少很多 就是因為我上面有打這個 10%額外生命的ES 對這個是我們 要維持那個高額ES 跟血量的一個來源 因為我們最重要是我們有AA盾跟 聖盾這兩個防禦機制加在一起 這兩個也是算是這版本的 最強最強力的兩個防禦機制 所以 如果能的話 對 其實衣服我覺得 你今天不要用護甲底 你去用瓦爾法醫底 或者是用那個 勵志底 可能會更好 對 只是我那時候做的時候 不是否這個流派 沒有想到我會拿AA盾 所以就選用勵底了 對我其實覺得勵志底會更好一點 好 好 那我們再來看一下 安塞手 那安塞手就是我剛剛講的 就是為什麼安塞手會 那麼的那麼的適合自助刀 這件事情很有趣 首先 因為安塞手的爆炸呢 算是我們的 如果 那個爆炸殺怪了 算是我們的擊殺 然後同時 我們又可以 得到時攻鎖鏈的效果 對 嗯 時攻鎖鏈 有什麼叫做 時攻鎖鏈有很高額的增傷效果 我們可以看喔 嘿 對 現在是沒有時攻鎖鏈了 對 然後我把時攻鎖鏈裝回去 時攻鎖鏈裝回去 我 總共多了 我這樣寫比較直接 這樣寫比較快 好 我隨便寫在一個地方 隨便寫一個時攻鎖鏈上去 好 這個時攻鎖鏈給11%的TOTAL DPS 對於那個 塞勒斯來說 他給11%的TOTAL DPS 對 就是那麼多 然後你會發現那個 呃 我的 絕 絕望的話 對不對 絕望是給17%TOTAL DPS 給17%TOTAL DPS 然後時攻鎖鏈給11% 然後我的 刺客印記呢 給差不多4%5%多的DPS而已 對 那可是刺客印記還是要的 對 因為我們要盡量能夠維持低低低低低 我剛沒有把 喔 我沒有把這打開 不好意思 好 我把這個改成那個 對 那我們使用那個 因為我們其實有得到爆率也是蠻多的 然後我們使用那個刺客印記的話 4個印記的話可以增加爆率 這件事情他本身是為了更長觸發地獄 可是他給的傷害其實不高 對 他給差不多10%DPS 跟我剛才想說怎麼那麼低 所以 其實時攻鎖鏈甚至比4個印記的DPS還高 對 這件事情可以大家記一下 然後記得我們要用正常品質的 因為正常品質的話可以拿爆球 對 好 然後 好 我們把它再轉過去 對 所以 在這件事情你可以記一下 就是 呃 對於蜘蛛刀來說的話 時攻鎖鏈 然後刺客印記 呃 時攻鎖鏈的效果跟刺客印記差不多 當然還是絕用最強 所以 呃 如果可以的話當然還是開時攻鎖鏈更好 因為時攻鎖鏈還多一個防禦面的一個效果 對 然後 我們的鞋子直接選用那個行驰走肉 然後上面有減少20%升上元素異常狀態時間 那這個東西是為了配合我們的那個 呃 激進的信仰 去做一個 去做一個 免元素異常的 是 免元素異常的搭配 對 因為我現在配置其實 現在還差6% 還差6% 可以免感電跟免典燃 對 那 這個東西它的效果就是 你如果能夠湊滿100%的減少元素異常時間的話 那就會直接 免 免感電免典燃 呃 就是直接免元素異常 對 那 比較特別是它不能夠免感電地面跟免燃燒地面 對 因為它們沒有持續時間 可以可以減少 那我們基本上綁定行驰走肉 一來我 我們其實很方便 我們就走一走 我們走一走對不對 然後壓個勝路 然後按一下 對 其實很輕鬆就可以直接叫18隻之書 對 所以 這件事情對我們的 呃 生活品質QOL 是很重要的 讓我們玩遊戲更輕鬆 然後 二來的話 因為我們要三奉獻 所以我們要維持 屍體的 使用的話 我們一定要 呃 一定要用 晴死走肉會比較方便一點 也可以省下 褻瀆的一個L 對 還有一個 呃特點 這裡有人說它的那個 它的都炸不出屍體 它明明有用晴死走肉 對 因為呢 你會發現一件事情 欸 我明明就有 就有屍體 為什麼炸不出來 對 旁邊有屍體為什麼炸不出來 因為它的血肉奉獻跟引導施放的目標呢 它會跟著我的滑鼠去決定那邊的屍體 也就是說 如果你想要 呃 比如說你在刷圖的時候 對不對 你才會遇到這個情況 一直往著遠方按 奉獻 結果你的屍體都沒被炸到 可是如果你今天是像我這樣 像我這樣走 你今天是像我這樣走 對 它就炸得到 它就炸得到 對齁 所以大家記得一下 對 就是你 你如果要原地炸 你就是原地奉獻完 然後你再 再繼續盾衝就好了 對 就是解答一下那個 那個問題 然後 項鍊的話 我們使用惡洲護符 那基本上也是便宜貨 那如果 呃 比較主流的設計 還有使用那個 呃 絕傲項鍊 或者是用術者 術者項鍊的 那就也是可以 就也都可以 可是那個 因為惡洲護符給的DPS還蠻多的 還蠻多的 還蠻多的 所以我現在就 想說其實 因為我現在 其實是用那個 呃 烏火祕釀在拿那個 絕望詛咒的 對 因為我們 呃其實也沒有那麼多動 讓我們去插一個 詛咒光環加那個 呃 去插一個詛咒光環加絕望的配置了 對 那這件事情的好處的話 就是我 省下動 然後很方便 那壞處的話 就是呃 打王的時候 有時候可能不會常住 不過基本上 呃 10秒內 來 10秒內 打王還算夠用 我覺得還OK 我個人是覺得還OK 好 對 10秒內 基本上那個王 因為不是拓王期的 其實基本上都會死 然後打 一般的圖的時候 其實 呃 絕望詛咒也是很常做的 因為我們基本上 詛咒敵人都不是詛咒時空所練 我們詛咒敵人就是詛咒絕望 然後去用絕望去引發爆炸 爆炸之後 時空所練擴散出去 對 我們主要的效果是這個樣子的 好 那戒指上面的話 我是使用那個 就是補邪補抗 對 兩個都是補邪補抗 然後這個是 上面打飛魚祝福其實是錯的 應該要打那個 呃 獨珠祝福會好一點 可是說句老實話 我現在也沒有保留可以開了 對 因為我 之前是為了要玩那個 河流夢寐 所以我打飛魚祝福 可是後來發現 其實獨珠祝福好一點 然後後來發現 算了啦 我還是直接爆風之盾 拿起AA盾爆風之盾開起來 硬的跟鬼一樣就好了 對 我現在的那個護甲呢 對如果我在有喝水的時候 我的護甲是接近5萬 然後我的三抗是77% 81% 76% 然後雙格是 雙格是直接滿的 然後魂抗也是滿的 對 對 真的真的真的滿誇張的 這這這這技是真的滿誇張的 好 好 那我再看一下 那這個也是補命 然後補抗 對 然後兩個特別的話 就是我的前綴 都是打最大生命 然後打每秒 4基本魔力回復 那 這個是 4基本魔力回復呢 對相當於你 可能開了一個 兩等三等的清晰 那這個好處是什麼呢 我們用神幻壁雷 可以增加 每秒的魔力回復率 對你可以看到 可以看到 我現在每秒回復是42 然後因為我的 雙格 痾 我 不知道為什麼 雙格為什麼沒有滿 喔有滿了 好 75% 好 那我在雙個滿的情況下 我的每秒回復是64 啊雖然說不能讓我一直轉啊 不過對就是夠用了 對就是夠用了 我只需要這樣子就好了 對這樣 這樣是夠用的 因為這個奉獻 基本上持續時間是 持續 呃 6秒了 6秒 對我只需要轉一下 然後就可以開始撞了 對 好 那這是呃 比較一個細節 因為我其實蛀影也是 都 我蛀影如果有前綴 如果發生缺魔情況 我也都是這樣打這個前綴 這個前綴雖然會少一點血 不過你用這個 呃 每秒回復 配上神幻壁雷 其實可以很輕鬆的在這季用 你撐法格 剛好又解決魔力回復問題 真的很方便 對推薦給大家 如果你是 其實這個只要你是女巫 這個觀念其實都可以用到 對 好 然後 好 我把物品介紹完了 好 那最後一個腰帶的話呢 不用講 就是我們三封鍵的重點 記名知識器 一定要有 對 那三封鍵的效果的話就是 呃 你可以擁有每一種獻技效果 那它的 呃 因為這個東西很便宜啦 那我就瓦了一個 惡意增加 呃 光環效果 那就看個人 就有沒有也沒差 因為惡意光環 它本來的效果是增加40血 它是皮革腰帶 加40血 也很棒 好 然後因為打圖夠快 所以就 差了一個求是的熱情 那因為我們是 遠古骷髏的關係 這個 這個爆球 也沒有到特別浪費啦 這個爆球 可以給50%爆率 就還可以接受 不過還是 你會發現它其實給的DPS很低 對 因為爆球這件事 呃 因為我們的蜘蛛刀 雖然說 感覺爆擊是很酷的 對 我們有 呃 65%的爆率 然後我們 可是你會發現我們的狂怒球 其實給的傷害 就給100萬而已 對 100萬DPS而已 可是 對 其實 就是 為什麼呢 因為那個 我們現在其實很高程度的傷害是來自於 毒傷 而毒傷是沒有辦法像刺客的昇華那樣 有一個增加額外毒傷的效果 所以 比較可惜啦 比較可惜 所以 所以你會看到反而狂怒球 對 狂怒球的效果反而非常驚人 對 因為狂怒球它是給更多傷害 那它是連毒跟你的直擊傷害都會加成到的 對 那這件事情也 也同樣套用在造商上面 造商也是 呃 給蜘蛛刀很大的增幅 好 然後 來 看一下 好 那技能的話 就 呃 鞋子放監定 反抗之騎 水世界 齊蒙 齊蒙可以可用可不用啦 我用三等而已 然後 王二龍炎護盾 那現在來說的話 這個版本我其實覺得 感覺 感覺大家都可以不用先點那個 那個 海骨屏障 因為這版本既然 監定那麼強 其實那個 如果你是有在造屍體的話 其實就 去點瘟疫大原者 然後加18更多傷害 然後18附近更少傷害 對 然後 對 省下海骨屏障 然後海骨 因為海骨屏障那個守護技能 我們可以用熔岩護盾 熔岩護盾的效果更好一點 你會發現我如果用熔岩護盾的話 其實加的護甲是真的有夠多的 好 那聖怒 聖怒就是 因為聖怒是絕對會擊殺到蟲睡 對 我們只要在附近走 走一下 對 因為 呃 豬刀還有一個特點 就是他招的範圍呢 他是在一個範圍內招 你會發現一件事情 我這樣如果一直走的話對不對 我往那邊走 欸 我只能招出4隻 對 我只能招出4隻 可是如果我在同一個地方一直走 一直招圈 在那邊累積夠多的屍體 按一下 招蟲睡 欸 就可以一次 呃 招比較多隻 其實正常來說的話一次 呃 如果操作正確的話一次可以招18隻 我有招過20隻成功 不過20隻那個成功幾率有點小 對 所以那個 前面打完的時候我們就在這邊走一下 或者是你如果 呃 多的洞的話你也可以去把這個增幅拿掉 去放那個蟹毒 也是可以有類似的效果啊 不過 對 我想懶一點 我想懶一點 用形式走肉牌真的蠻厲害的 好 然後那個 盾牌上面串暴龍之盾跟刺根引技 然後號召 號召可以用異常 異常可以增加 增益效果增加40%移動速度 好 然後 頭的話就是惡意和善 這兩個串在一起 然後快速攻擊跟中盾衝鋒 那快速攻擊可以不用啦 快速攻擊你也可以去 呃 去點這個那個 精神指揮 對那 對 也會超快 也可以省下這個L 對 只是我現在比較懶 好 好 那你會發現 然後這邊來 來講一下那個 三奉劍的重點 來我把奉獻 呃 先全部點掉 好 你會發現呢 呃 血肉奉獻給的DPS 反而比較高 血肉奉獻給39%DPS 那是因為我的 頭的附魔的關係 如果我沒有頭附魔的話 其實血肉奉獻會 跟靈魂奉獻差不多 好 我的DPS在完全沒有任何的 奉獻情況下的時候 是670萬 按一下會變成940萬 好 再按一下會變成1200萬 會變成1200萬 好 所以你就知道 三奉獻有多OP了 就是他對蜘蛛刀的增幅真的太誇張了 對 你只要 按這個兩下 按按按 就是 就是這兩個加成真的太多了 然後 然後這個又是因為這版本呢 呃 呃 再加上我們的 剛剛講到一定要配的 35%的高上先進效果 欸我還沒洗好啊 32% 那這樣的話 我們的血肉奉獻跟 靈魂奉獻就會給了超驚人的增幅 對 然後最後一個奉獻 海骨奉獻也 雖然說沒有加傷害 可是別忘了 他是可以幫我們加格檔幾率的 對 我們就這樣子輕鬆拿到了 37% 36% 的 攻 37% 攻擊格檔 36%法術格檔 對 非常的嚇人 對 那這也是算 我覺得三奉獻算是真的 嗯 之後如果沒有改的話 我可能都會 以這個東西來 煮造那個 蛀影跟蛀影 因為真的配起來真的是蠻強的 好 那武器的話就剛剛講了 造傷 凋靈之術 跟金蛋擴散 那凋靈之術的話 其實他不是最高傷害的 對 雖然說我們可以用這個 來把 死亡凋靈撐滿 可是其實你 如果是秘書家的話 或者是你是很閒 就是 其實你可以自己放凋靈 就是你在裡面放凋靈 只是 對 我老樣子 我覺得沒有必要 就不如 如果這個不換多重打擊的話 其實會 會更痛 我可以 來設定一下 這個 這個換多重 多重打擊的話 其實會更痛 不過這個 DPS顯示 呃 對 他顯示我換凋靈比較高 對 可是其實多重打擊比較痛 我感覺上 感覺上 好 呃 然後我們的 幽魂為了避免他會爆擊 所以我們一定要用 異常 金輪破壞 那這個東西在那個 國際服就是 10C就有 對 異常金輪破壞 然後把他點滿Q 然後幽魂就絕對不會爆擊了 對 幽魂基本上就不會爆擊了 好 那我是沒有用師傅魔像的 對 你可能想說 嗯 啊這樣不是 少一點傷害 可是 我們可以看到 師傅魔像其實 呃 開出來的話他的DPS差不多3.6% Total DPS 就是 呃 你會發現他就是多50萬傷害而已 就就就 沒 沒差多少啦 那我就覺得 就就把他排毒掉好了 因為要顧他 也要 那因為他多那個洞 然後我可能 也我現在也集不出那個洞了 因為他一定要跟 金輪破壞村在一起 所以我要改的話一定是把幻想空人拿掉 可是幻想空人拿掉呢 欸 我居然沒有開到 欸 他怎麼沒有 沒有 沒有要我開 這 主技 主技能要選那個幻想 他才會讓我開 欸 有啦 有開 好 這個東西會直接加 直接加100多萬 對所以 不要做這種事情 不要為了 塞石浮魔像 然後 你不要為了塞石浮魔像 然後把幻想空人都放掉 我就看到 忍者傲 一大堆人這樣子做 就是他們就是串金輪破壞 他可能 也是遠古骷髏頭 然後他就是串金輪破壞 可是他 他就硬要塞石浮魔像 對 那就是 陰小師大 陰小師大 對 怪怪的 好 我 大概就介紹完了 好 好 那我來講一下那個 比較特別的一件事情 阿姆納姆的 血液 對 那這件事情也 算是 我之前也在研究的 我之前也在調查 那我剛剛 經過我的測試 大概有得出了一個結果 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錄影影片 好 這是我打 牛頭人 那這個是有用 這個是有用 阿姆納姆血岩的 這個是有用 阿姆納姆血岩的 打白兔 白兔 牛頭人 好 那白兔牛頭人的血量大概是4000萬 你可以看一下傷害 好 這大概我白兔牛頭人 有用阿姆納姆的傷害 好 那我們再來看一下 那個 我們再來看一下 那個 沒有用阿姆納姆血岩的傷害 好 我只有叫18隻 因為我 不小心沒叫滿 不過沒關係 沒有差很多 好 你會感受到 對我大概是幾秒 大概幾 開始打大概幾秒 把他打死 看一下 14秒開始打 好 14秒開始打 然後23秒把他打死 所以我打了大概9秒 然後第一支影片呢 開始打 開始打 呃 好 我01秒開始打 然後9秒把他打死 這之間 花8秒 所以你看到 阿姆納姆血岩 差的有那麼一點太多了 對 所以阿姆納姆血岩的話 看起來是 目前來說的話 看起來是必中的 對 那可以看到 兩個條件就是完全一樣 那 因為阿姆納姆血岩本身 呃他沒有給照商啦 所以 條件是很公平的 就是少這個30%的 呃 少這個30%的效果 會差多少 這樣子 對 所以條件是很公平的 好 那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那個 呃 阿姆納姆真的給的傷害也 滿多的 然後 我在那個POP有寫進去 啊 等一下可以去看一下 那這邊 因為阿姆納姆不知道為什麼 他正常放的話 他不會有作效 對 可是他正常放不會有作效 可是他寫進去會有 對 你可以看到 他是會算阿姆納姆的 可是他正常算不會算 對 你可以看到他 阿姆納姆大概就給250萬DPS 差不多給 20% 25%透透 就跟 呃 看起來的話 感覺上來說的話是 真的確實有那麼多 對 不過這個DPS 我覺得也 算得 不是很精準 可是我沒有辦法 說到底問題出來哪裡 對 我覺得蜘蛛刀的DPS 算得不是 是錯的 對 可是我沒有辦法 跟你講實際大概多少 我目前覺得我這隻 蜘蛛刀 呃 在滿毒的情況下 如果毒 呃 因為我們 呃 主要的 傷害是 呃 跟疊毒有很大的關係嗎 你可以看到 我的總DPS 純粹總DPS的話 是18萬 那 加上DPS的話 是 呃 這邊有12萬 然後在Total Doge的傷害的話 是600萬 所以也就是說 我的傷害佔比 18萬 跟60萬總傷害 其他傷害都是 中毒 也就是說 大概三十幾萬的傷害 都是來自於中毒的 對 那中毒 那這也可以提到 為什麼 呃 石工鎖鏈加那麼多的傷害 對 石工鎖鏈為什麼會加那麼多的傷害 因為石工鎖鏈會延長毒的時間 所以 你會發現那個 呃 毒的時間會持續的更久 那持續更久的話 就等於說 我們可以在 更快的時間去達到那個 最高的DPS 對 好 那這是這個 配置大概的 重點 好 那大概也沒什麼好講的 好 那還有一個點就是 一樣就是我的 激進 激進的信仰 其實我帶國際服 其實我也不怕教你們 因為 整個 看起來 我 查了一下 整個 國際服的話 用這顆激進信仰的 欸 2% 然後一個就是我 一個就是另外一個 這個這個 另外就是這個 那 他用的是跟我完全一樣的 那我再猜 他可能就 就跟我一樣 他 裝也跟我太像了吧 幹 他這個 這個 因為我之前看是沒有人 不對啊 這個 他總點法跟我完全一樣 幹 欸欸我我我真的 我 如果 如果這個是我的觀眾的話 對你敢敢 在下面點路 不是 你也跟我太像了吧 幹怎麼搞好像我的 我抄你一樣啊 我的在哪 我在那邊 欸不對我的 我的還沒有那個 我的還沒有更新 現在還是魔血大T組 看你 你的 你的配置也跟我太像了吧 有啦 還是我不一樣啦 你的項鍊是用那個魅力 那這樣的話 你沒有開刺客引擊 對 好 那可能這個就是跟我一樣 慧眼讀不到 對想到 他甚至也是用 他也是用 烏火命一樣在拿絕望詛咒 配置也太像了吧 好 我真的沒想到有人完全一樣 好 那這個東西就是可以幫我拿 十四八的詛咒效果 呃不是詛咒效果 非光環詛咒效果 十四八非光環詛咒效果 然後再加上拿 元素免疫 呃元素免疫 基本上 真的太強了 對我真的覺得這個 而且他完全沒有任何的損失 因為我就是正常點 損失就是 過路點的智慧而已啦 對啦 所以 如果 今天來說的話 嗯 就是我覺得 這個算是 呃我 我覺得現在召喚 召喚師 可以考慮一下一個 呃 滿新的配 然後是 確實是我 確實是我原創的 沒錯 對 好 那大概就是 這個樣子 好 那有什麼問題的話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 呃 那我之後可能 呃 這次回來 會把那個 蜘蛛刀的 就是這次回 出贏啦 會把蜘蛛刀的那個 完整攻略做出來 那這次就是大概先 簡短介紹一下 呃 蜘蛛刀我現在的配置 然後我會建議怎麼改 因為我現在覺得 說句老實話 人車王那些沒有大地主的 我都覺得他們配的怪怪的 就是不論傷害面或者是 傷害面或者是那個 方便度來說的話 都怪怪的 而且CP值都不太好 對CP值都不太好 對CP值都不太好 那我可以跟你講 這隻除了 就是我這件衣服 可能五六十一之外 其他東西都是 對 五五五五 呃 AA盾可能要四十C 啊其他就是真的就是五C或 啊這個 對 我也不是用很貴的 劇情形團 對那你可以參考一下這個配置 然後去試試看 那當然啦 如果你今天是 有大地主的蜘蛛刀 那你就不用看了 對那我這個是主要是 給自己也有個印象 我之後如果用大地主 呃 之後還沒有大地主之前的蜘蛛刀 我要怎麼去配置 會比較好 那我目前覺得我這樣配 呃 蠻舒服的 然後就把它紀錄下來 然後也推薦給大家 因為我這這隻 這隻蜘蛛刀真的非常紅 你可以看到 那個 K的那個蜘蛛刀 他的觀看人數超級高的 有接近快十萬 真的超多人玩蜘蛛刀了 可是 對不過 我這邊誠實講 雖然 可以可以可以 聲音聲音很可愛 然後又是 老牌的蜘蛛玩家 可是 他的蜘蛛刀真的怪怪的 就跟他的 注影攻略一樣 就是 很很 很不行啊 就我我我我 微彎的講很不行啊 對 你可以看他蜘蛛刀真的 而且他的蜘蛛刀其實蠻貴的 然後他的傷害跟 坦度都怪怪的 好 那大概就這樣 有什麼問題的可以在下面留言 我是蜘蛛刀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拜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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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拜拜